消失9个月的迪利热巴终于出来营业了连续三天出席活动 三种不同造型 这是迪利热巴怀孕风波后首次出席公开活动 怀孕传闻爆出以来 迪利热巴未在社交平台有任何表态 也因此造成谣言愈传愈裂 虽然有工作室发声明澄清系谣言 但仍有各种道听途说 捕风捉影的消息在不停地散播 各种代产生子的绯闻缠身 三场活动照片可以看到 迪利热巴的身材和气质确实和之前不太一样 尤其是第一场代言活动 很多网友找了对比图 发现迪利热巴的腰身确实比9个月前粗了一圈 也有网友说 现在的迪利热巴抹气十足 生图确实有点风雨 也有人说感觉骨骼都变了 因为女人生完孩子 骨骼确实会发生变化 其实这个身材放在普通人身上还是很正常的 只是在那圈严重的娱乐圈 烧显肉感 要知道娱乐圈的女明星都是一个比一个瘦 而且迪利热巴之前也是非常自律的 除了刚出道的时候有点婴儿肥 甚至有一个称号叫胖迪 因为迪利热巴是个十足的吃货 很多明星说 和迪利热巴一起拍戏 永远有吃不完的零食 有的甚至见都没见过 迪利热巴也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笑称减肥的方法就是暴饮暴食 不知道真假 但是劝普通人不要轻易尝试 暴饮暴食这个减肥法不是用每一个人 只能说可能是用某个个体 别看迪利热巴爱吃 但是他也爱运动 每天都会做瑜伽 所以他才能在吃了那么多零食后还不发胖 瑜伽是一项非常适合女生做的运动 不仅可以减脂 还可以帮助我们的身材曲线变得更好 这次迪利热巴出席公开活动 被问到为什么九个月不营业 按他自己说法的是工作太累 所以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 所以胖了也而不一定是因为怀孕生子 有可能是休假期间没有自律 所以才长胖了 反正现在网上众说纷纭 事情的真相扑朔迷离 虽然工作室有辟谣 但迪利热巴本人未对此事公开回应 如果传闻不属实 直接否认不就好了 让粉丝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他本人要避开不谈 如果传闻属实 那迪利热巴简直是太强了 仅仅九个月就能完成怀孕生子 加产后恢复等一系列事情 迪利热巴公开营业后 精修图的状态也很好 体态轻盈无运向 难以相信这是生完孩子后的身材